伊朗堅持發展核計劃 總統艾哈麥迪·內加德 近日提出新理據 聲稱提連高隆宿油 是用於研發治療癌症藥物 反對伊朗核計劃的國家 包括以色列 自伊朗本身是產油國 沒有需要發展核能源 有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認為 伊朗有經濟戰略的考慮 沒有需要有能源的問題 外加德的說法 因為石油要拿來賣 更需要的就是開發一種新的能源 國家經濟才得到支持 尤其是經濟制裁之後 國內的石油成為了 差不多唯一一個最主要的能源出口 如果你還要拿來自用的話 國家經濟就不能夠增長 伊朗核問題 最近在聯合國大會 以色列表態關注 總理內塔利亞湖展示一幅圖畫 為伊朗的核發展劃出底線 警告伊朗一旦超越紅線 提煉出足夠製造第一枚核彈的高隆宿油 就會採取果斷打擊 奉知貞認為 以色列對伊朗核計劃的立場有所軟化 你看整個內塔利亞湖也好 以色列局勢也好 其實他們的強硬操持 背後的行動力都是相當高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華信口痴黃的程度 其實相當低 都可以說它說得出就做得到 但你反過來想 其實現在新出了紅線政策 不是一個相對的激進政策 比起去年聯合國 其實內塔利亞湖一出來講到 只要對方發展任何核武 或者任何核子科技 他們就會出來攻擊 現在你又有一個寬限期 有一條紅線 還要慢慢遊說聯合國 其實他們這樣的政策立場 相對的已經軟化了 他又認為國際社會 應對伊朗核問題 可以參考六方會談的模式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李漢文報導 1 2 2